吉安巷109年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28号首先登场的是烟鸡比赛 各村农家把饲养了一整年的大烟鸡 带到会场来称重 最重的烟鸡在29号的祭祀祈福大典中 要敬天谢神 而整个活动现场还有花木鸡展示 客家歌谣演唱及静态展览 相当的热闹有趣 一只又一只的大烟鸡被爆到 火灯会场放上称重鸡 要看看谁是今年的烟鸡王 这是吉安巷公所每年冬天的时候 会举办的客家文化艺术节系列活动 他们养在自己的眼里 因为水质很干净 也没有污染 所以他们就当孩子养 每天就是去照顾他 因为怕有外面的什么不好的进来 或虫进来 所以这个是当孩子养养大的 各村农家把饲养了一整年的大烟鸡 带来参赛 最后是由吉安村占星民众所饲养的烟鸡 以16间221夺的冠军 将在29号的祭祀祈福大典当中 用来敬天雪神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烟鸡比赛 大家从客家庄里面 从自己的这个家中 带来了这个养育非常久的烟鸡 烟鸡文化我们必须要传承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今天带来的烟鸡比赛以外 同时呢我们也在五谷宫进行烟鸡文化的各展跟特展 希望能够让我们这个即将要消失的记忆 能够继续的延伸传承 甚至未来我们也会来开设我们的烟鸡的这样的一个 演习班来继续传承文化 28号的烟鸡比赛活动当中 除了有精彩的客家传统艺文表演 今年最特别的就是在五谷宫里头 还有设置静态展览 希望透过更多元的互动方式 让民众深入了解丰富的地方文化 另外现场还有花布鸡展示 及客家点心品尝 让整个会场充满了欢喜 庆祝丰收年的气氛 最许立群居然相报道